大家好我是小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蜂蜜柚子茶 止渴化痰清火润燥 三挺又可口 首先准备一个三斤的新鲜红柚 放在清水中 用盐反复搓洗柚子皮 最后中洗干净 切去两头 再从中间切开 剥掉柚子皮 切成小块 再把白羊去掉 尽量去的干净一些 减少苦味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再切成细丝 再放入碗中 加一勺盐 清水抓拌均匀 浸泡一小时 接下来再把柚子肉剥下来 放在大碗中 上面不能有一点白色的 忽然会发苦的 再把包好的柚子皮 冲洗干净 放在碗中 然后一起倒入锅中 加入30克冰糖 30克蜂蜜 再加入500克清水 开大火煮沸 煮沸 煮沸之后 中间偶尔搅拌搅拌 防止糊锅 直到把水分熬干 柚子呈现半凝固状态 就熬好了 放置微热 再根据个人口味 拌点蜂蜜就可以了 舀一勺放入杯子中 热水冲开 这样一杯酸酸甜甜 稍微有点苦味的 蜂蜜柚子茶 就做好了 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 好